光辉十月最近街上都能够看到国旗飘扬 新竹县双十国庆升级典礼 今年一样在县府广场盛大举行 除了有战鼓、花式操墙表演 也备有1200份国旗风车 和皮皮师环保袋免费送给参与的民众 一同展现爱国心 大呼吹气,风车不停转动 新竹县限定的可爱国旗风车 国旗日当天要免费送 县府十月十号邀请大小朋友一起参加升旗典礼 今年双十国庆 我们还是元往里在县府广场举行 七点五十分集合,八点正式开始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很多的礼物 有1200份 包含了风车、米、繁宝袋 以及弹珠台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来展现我们的爱国心 马路边国旗飘扬 光辉十月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每年都有5000人到县府广场参与升旗 今年除了有战鼓、流行舞蹈等一系列精彩表演 还有女高中生仪队花式操枪 新竹县兵队迎国旗入场 县府准备1200份限量纪念品 包含皮皮诗环保袋、小农粮纸米 还有国旗风车要送给参与民众 升旗典礼前将发放号码牌 特别设计了就是这个风车的一个国旗呢 还有就是限量版的这个环保袋 那可以装着这个我们在地新谱的优纸米 然后带回家去 那我们总共是限量1200份哦 那另外呢我们也准备了古早味的弹珠台 只要进洞的话呢就会有礼物 那我们是开放给12岁以下的小朋友 每人献玩一次 现场也设置大型复古弹珠台 可爱皮皮诗与国君娃娃 当天将献身与民众同乐 大手拉小手一起高唱国歌 展现爱国心